詩卿劉浩龍 今天是西九舉行發佈會 宣布成立個人工作室 生意興隆 同時也是派新歌活人座的梳化大日子 Shirley 陳欣妍和陳惠敏都有現身燦場 而Shirley 仍是師兄新歌的MV女主角 師兄知道拍檔想有更多合作機會 她當然是歡迎 Shirley 說自展工作當然好 因為Shirley 受了很感謝她 今天真的來 我找她拍MV的理由是 因為我經常看IG 我很欣賞一些女生 每天做運動 每天做運動但又吃 我覺得我很欣賞她 一個很fit的女生 如果她這麼有興趣可以聊一下 其實這個MV來說 我覺得導演想希望有甜蜜的感覺 所以她一來到拍 我們覺得那些 我們好像坐在梳化上 在家裡所有的發生 但只不過在街上 我覺得家裡的部分已經拍得很sweet 已經很舊了 不需要再一些更加激的表現 我們的愛 我覺得表現到大家很喜歡大家 已經OK了 慈慶你為老闆 說接下來已經計劃了不少工作 接下來這個大計就走了第一步 今天就做了這個記者會 告訴大家 我自己成立了一間公司 也派了一首新歌 側前寫給我 每人做的梳化 接下來就會去拍電視劇 Eric就答應了我幫我做EP 主題EP 做得很趕倒的話 就希望將這個主題的EP 變成11月演唱會的主題 而Shirley之後就會拍一部動作片 當中還有打氣和開槍鏡頭 所以現在要默默加操了 平時她和男朋友Sami 沈振軒 都一起做開運動 不知道Shirley有沒有當她是沙包 當她是沙包 我的手會痛 我不會 她的肌肉那麼硬 我不會打她 我自己努力練習 對 我看網民的評論 我覺得我已經讓她比一下她 因為她的身形 她的胸肌肉大 然後我輸了 你也對身形有要求 她在接下來比賽 比賽的標準又不同 所以都希望她可以再大隻點 說到Sami的求婚計劃 Shirley竟然一早踢爆了 情人節那天她被我踢爆了 當然沒有 暫時沒有任何的事情 她要想想一些新的事情 是嗎? 是 我不知道 你也真心期待 是嗎? 我覺得自然 不想給她這麼大壓力 因為她不是一個 很厲害這方面的人 但她好像有點壓力 所以我也是 跟她說自然可以 希望Shirley早日收到這個驚喜 請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veView1HK的YouTube頻道 再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